OdioJungle OdioJungle 土为稀土开采现场稀土 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被誉为工业维生素 如今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 可以说离开了稀土资源的支撑 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将会陷入停滞 稀土短缺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其中作为掌握核心科技的美国 当然首当其冲 美国对稀土的应用 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紧就军工领域 稀土元素就广泛应用 在了美军新一代战斗机F-22和F-35上 还有水下的战略和潜艇 包括各种水面战舰 例如阿利伯克级和弗吉利亚级 突围采用了稀土元素制造的F-22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元素出口国 稀土含量目前全球有七成以上的国家 依赖于中国的稀土资源 其中美国的稀土来源更是全部依靠进口中国 但是奇怪的是美国丝毫不担心遭到中国卡脖子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里需要知道的是 稀土元素的含量在地壳中并不少 远比黄金的储量高 造成稀土元素稀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一般的稀土矿里面 稀土元素的含量极低 造成了工业提纯上的巨大困难 不仅过程复杂 而且成本高昂 最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的 是会产生大量的污染有毒废水 这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都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 图为大量应用了稀土的阿利伯克急驱逐舰 美国本身稀土的含量并不低 仅自于中国 美国曾是最大的稀土开采和出口国 位于加州东南部的稀土矿含量 可供其使用200多年 由于中国出口的稀土不仅物美价廉 或许途径相对宽松 而且避免了自己开采会带来的污染问题 所以美国就干脆关闭了自己的矿区转而进口 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离开了中国的稀土就不能生存 所以我们不能太盲目自大 认为靠稀土就能卡美国人的脖子 努力发展科学技术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